同样热闲场的呢 还有山东合泽 一位90岁的奶奶 有一天呢 奶奶在客厅看电视 孙女呢在房间休息 突然听到奶奶啊 在那儿不停地自言自语 孙女呢就从房间出去看看 发现奶奶啊 趴在电视机边上 啊在那儿圈架呢 原来呢奶奶干的太投入啊 以为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 所以呢忍不住就得好好劝一劝 您老真的是太善良了啊 看不得别人闹别扭 网友说奶奶您别着急 慢慢劝啊 后来劝好没啊 还有人说哈 我妈也这样啊 一看电视就自动进入角色 替影视剧里面的人物 召集上火 说到底啊 都是好心的人 好了